欢迎回来 在物质时代 消费者往往会忽略 有些钱其实是可以通过环保行为 显示下来的 例如自己带着空的塑料瓶 去购买洗涤用品或食用油 少去了承担商品包装的额外开销 又能够为环保献上面利 印尼有一家环保公司 花了一些巧思 让消费者足不出户 也能够自备瓶子买到日用品 怎么做得到呢 来看报道 只要拿出手机 打开应用程式 点选 不出几个小时 一台再有生活必需品的摩托车 便会来到家门口 家庭主妇祖伟丽亚拿出空瓶子 让服务员珍满一大瓶的细节精 全程毫不费力 现在有系统 一系统 所以没有很多水 然后接着 去买 妇女口中提到的 西克鲁斯是印尼一家环保公司 西克鲁斯在印尼语的意思 是循环 这家企业提倡的是减少使用 再循环 再使用塑料瓶 同时宣导自带瓶子 购买日常用品的概念 污赛花已经成为西克鲁斯的中式消费者一年 每一笔消费它都能省下2000吨或60仙 这些零售的用品并市价便宜20% 原因就在于消费者不再需要为包装买单 Cyclose公司由德国青年阿珍在2019年创立 这名环保分子十分关注印尼的塑料垃圾 在全球排名第二的问题 很多时候在印度尼州只有45%的货物被集中 因为在很多小区域没有资料 它不是便宜费 所以我认为政府是找到选择 不像是在清费 我全部是在清费 但是很多这些材料都不能清费 所以它是好如果有方法可以在清费 而是在清费的系统 所以这就是很符合 根据世界银行5月份的数据 印尼每年制造大约780万吨塑料垃圾 其中490万吨垃圾管理不善 报告称 有限的废物管理收集基础设施是主要的问题之一 阿珍认为 印尼人已经看到塑料引起的问题 因此顾客群每周增加15% 反应令人鼓舞 这家公司已经和多个国际品牌合作 虽然目前还是以雅加达作为主要据点 希望将来能扩展到万能 马新社电视综合报道